台灣的棒球 它關心勝負 對 你想想看 大列王要打162場的球 每一天的勝負 不過是日常的一天 對 他們更關心的是 人物在他的職業生涯裡面的表現 美國家庭普遍把職業運動場 當成是一個 家庭教育的養成所 美國的職業棒球的觀眾 他不會像我們的觀眾 這般的在乎勝負 對 他們更看重的是在勝與敗之間 這些球員的個人 傳遞了什麼不一樣的特質給我們 其實當年林烏伊朗他到了美國 你在他的相關報導你也看到 林烏伊朗是騎重機 然後他有他自己非常龐克的那一種風格 也就是說他不斷的追求自我的卓越 所以在那個時候日本的很森嚴的集體紀律 變成是對他追求那個強大自我的一種妨礙 對 所以他就拚了命一定要到美國 現在在日本的職棒界裡面 他們已經很坦然的接受了這個事實 在日本職棒其實就是另外一個大聯盟的孵化場 只是它是最高階的孵化場 太郎克風與旨太郎 欢迎收看《夜深人为敬》 我是冯光岳 棒球季又开始了 不止台湾 美国也是一样 所以我今天请的特别来宾 他对于棒球 尤其是美国棒球 我相信他的理解程度 跟我差不多 可是他的文笔 一向被认为是 台湾的运动写作里面的翘楚 他就是詹伟雄 伟雄欢迎 观念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棒球季 今年当然 看的还是很多 林牧一郎 老家伙 他又回西雅图去了 你在你那本书里面 球手的美学 对 你们一开始 你就其实提到的就是 林牧一郎 可是那是多久以前 那个是 我写那篇文章是2005年 对 他刚去美国的时候 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 我其实人在美国 那是因为每个礼拜要交一次专栏 那时我想说写林牧一郎 他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 他是一个东方人 可是他到了美国 前两年表现是大方异财 打破了很多记录 对 甚至西雅图水手队 在他加谋那一年还创下 近年来最好的战绩 但是 他的表现会让美国人都去追问说 他为什么能打出那么多的安打 他有哪些我们没有的因素 当然我在里面也写到说 他是长年的用一种近乎 僧侣般的自律 然后让自己的体感维持在 最佳的状态 但其实我也要 另外提一个面向就是说 其实当年林牧一郎 是犯了日本职场的大忌 他是脱逃了欧力士队的合约 他等于是背叛了他的师们 他为了追求个人的发展 然后不顾集体的利益 所以他到了美国 所以其实在日本的职棒界里面 他讲求那个 林工序列的辈分的职棒圈里面 对他是非常非常的不理解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 断了他回日本的路 在那个时间点上 我们后来你在他的相关报导 你也看到林牧一郎是骑重机 然后他有他自己 非常旁客的那一种风格 所以他看起来像是僧侣 但是他其实也有带有强大的 我讲日本人里面少见的 个人主义的特质 也就是说他不断的追求 自我的卓越 所以在那个时候日本的 很森严的集体纪律 变成是对他追求那个 强大自我的一种妨碍 所以他就拼了命一定要到美国 所以林牧一郎去的时候 他大概也几乎已经确定了 大概日本的最佳的棒球员 他们会争相恐后的到大联盟来 然后今年的大股香品又是一个例子 可是现在在日本的职棒界里面 他们已经很坦然的接受了这个事实 在日本职棒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大联盟的孵化场 只是它是最高阶的孵化场 我对于美国职棒里面的 当然技术面不讲 那当然是好看 可是我更喜欢的是美国的棒球文化这件事情 这个跟我们看到的 包括日本 台湾也是一样 那个棒球场看棒球的文化 是壁垒分明到 就是说 一个就是说 拿着棋回来回去 对不对 因为台湾的棒球 它关心胜负 对 那职业运动里面 你想想看大联盟要打162场的球 对 所以他每一天的胜负 他当然在乎胜负 可是每一天的胜负 不过是日常的一天 对 那他们更在乎的是 人物在他的职业生涯里面的表现 因为每一个运动员 他怎么样面对成功与失败 他面对高潮与低潮 他可以传达某一种 成人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其实美国家庭普遍 把职业运动场当成是一个 家庭教育的养成所 所以我们在看大联盟直播 你知道他爸爸的日子 爸爸的日子是大家要带粉红色的 对 的球衣 然后棒子 拿了粉红色的棒子 下去打球 也就是说他们非常非常强调是 父母亲带着小孩一起来看棒球 然后在棒球里面 他们透过球员的传奇故事表现 他们去沟通 我们讲说广义的美国生活价值 是 所以他们在看棒球的时候 做很多事 跟我们在看棒球的时候很 专注 专注地去看每一个球 然后去盯紧拉拉队交友的节奏 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可以平良心讲的是说 美国的职业棒球的观众 是 他不会像我们的观众 这般的在乎胜负 对 然后他们更看重的是在 胜与败之间 这些球员的个人 传递了什么不一样的特质给我们 我记得前年还是大前年看到 纽约的百威啤酒 他们拍了一个 纪念Gitter 对 这个退役的一个广告 退役 它是 因为Gitter的背后是条文球衣的2号 所以那个广告一开始 当然是Gitter他最后一场球的画面 他在最后一个打席 还打了一些在坚安打 还拿下了胜利打点 这是一个非常 传奇的 非常传奇的一个告别式 可是接下来的画面就是 就是说他退休了 纽约要正式告别2号 所以纽约的大街小巷里面 都把他们的2号给收起来了 比如说第二大道上面的2 比如说麦当劳上面 营业时间的那个2 加油在里面那个汽油价格的那个2 他们把它收下来 然后接下来最后 再放的画面就是Gitter在球场上的告别式 然后接下来是纽约的大众 又把2号再挂回去 但是这下挂回去是Gitter背后 条文球衣的那个2 所以你看看这个是 一个啤酒公司拍了一个广告 去纪念一个杨基队长 他又号称美国队长 他是从加入美国志望到退休 就是在同一队 然后这个广告 他由美国最大的啤酒公司来自播 你想想看 他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是什么 但是你看你对比 像我们陈金峰退休的时候 我们场上做了一个 非常奇怪的白色雕像 这些事情 你就可以对比的出来 其实他们的棒球文化 是深入到大街小巷 每一个市民之中 然后我们的棒球文化 其实非常非常的浅 我们其实并没有 职业化这个过程 把运动的价值 普及到除了胜负之外的 生活场域 但是美国有 所以这也是美国 职业运动的产值 这么巨大的理由 因为它跟日常生活 就结合在一起 你讲的日常生活 其实以我自己跟朋友去看球 这个经验为例 其实我们更在意的 是那天球场卖什么吃的东西 对 我们到了特定的球场 它一定有一个特定的吃食 是那个球场之所以闻名的 你讲到食物 其实今年西亚图水手队 当然有几个大小的新闻 最大新闻当然是林牧一郎 对啊 再回来了嘛 另外一个小新闻是 它今年的食店名单里面 有顶太风 哦 OK 跟得上 非常非常跟得上这个 你知道世界的这个潮流 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餐厅 就是在亚洲来讲 在世界世界来讲 都其实挺有名的了 其实像球场这件事情 美国这个整个棒球圈 光是对于球场的研究 那个不知道写出多少书 对啊 对不对 例如说Candlestick 以前的旧金山的这个球场 它的那个风势 是非常的厉害的 所以那天是吹什么风 是对投手有利 对这个打击手有利 那个那个都是列路 就是说他们赛前的 整个的这个练习的 包括所有的数据里面 对不对 你说讲到数据 其实我觉得美国到了这个70年代末 80年代 因为Bill James这个人的出现 莫名其妙的 整个美国棒球文化已经将近100年了 来个大翻转 没错 对不对 对 他把数据这件事情 变成大家在打球之余 一定要去研究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又是当你一个运动的文化 走到了某一个地步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怪胎出来 把整个文化重新洗一遍 Bill James他最 最 我觉得他贡献最着述一点 他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人其实都有很多的BIOS 你有情感 你有情绪 你有偏好 可是数据没有情感 对 数据他最终告诉你的是 你的情感里面存在很多BIOS 而且你拒绝去承认 那假如我是一个小市场的球队 你知道我正视这些数据的话 那我就可以用非常低廉的成本 去取得一个反败为胜的 球队经营的契机 对 所以他做的球队的统计学 出现了之后 当然后来是在运动家队 这个球队里面获得最多的实验 对 甚至我们也可以讲是说 在运动家队的成功经验之后 波士顿 红花队 芝加哥 小中队 他们其实后来都还是采用了 这样的概念 也就是说他在分析球员的时候 他并不是用阳机的那种 以魔鬼战力的构成 然后构成邪恶帝国的 每一个专签的 这个为基准 他要看的是怎么样 用粗人意表的阵容 得到超乎异想的结果 那这是Bill James的功劳 那当然他的数学的系统 他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 他当年在电脑 还不是那么普遍 像我们现在大联盟 你其实每一天的 包含NBA一样 现在是NBA球技 大联盟赛季即将开打还没开打 可是每一天比赛完 我们从电脑里面 就可以得到各式各样数据的分析 甚至还可以得到球员 从他加入大联盟之后的 整体的数据分析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美国所有的职业运动 是在Bill James 他的对数字的研究上 那种不带情感的理性分析上面 在8090年代 产生了一个大的翻转 其实Bill James 早在1970年代末 7778年那个时候 他就开始写那种 比较是属于 像内部的这些 同号他们才会看 他那时候写的 有关于棒球的数据的 小的册子 他最早第一年 我记得是1977年 才发行了几十本 结果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买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最后 Sports Illustrated里面的一个编辑 觉得说 这个小子真的是很奇怪 需要他来写一篇东西 就找他来写 然后经过了大概也一年的 这个冷藏了 然后他们最后就说 还是把这个文章登出来 一登出来 OK Bill James马上就得到了 大公司的这种投资 所以你看 我在1982年在美国 我就有这一本 他那一年由大公司投资 Bill James得出的第一本 这本 这个Abstract 等于是 你看 那个时候二十几个球队 所有的资料里面 你看全是数据 例如说我喜欢的Match 大都会队 大都会队 他就光是有个数据 就说你看大都会 他们去客队的得分 跟他们在主场的得分 差很多 意思就是说 主场是很不容易得分的 也就是说是投手的天堂 他们就是专门从这样子的 这个数据去分析好 我们要在投手上面多投资一点 就这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说 美国到最后整个棒球文化 它其实不只说 艺术这种叫文化 当然 它连数据这东西 都把你研究得好透彻 美国梦里面很重要的一款 就是实证主义 就是说所有东西透过 不带感情的数字来说话 这样子 所以某一方面来讲说 Bill James他的利益基点 也就是美国 我们讲说现实主义精神的 很重要的一环 也就是说 不管你承认他丑或者是美 他只要有用 他就是最好的 这是美国 我们讲现实主义的精神 他其实在美国 他其实具有高度共识 所以你会看到说 美国职业运动里面 这个大数据的分析 是远远领先欧洲职业运动的 OK 我甚至可以讲 这是Bill James之后 对 Data成为 所有决策的重要的依据 对 这包括像NBA也是一样 但是你也可以在这里面看到 一个球员他很立体的那一面 是 然后教练可以根据这个球员的 主客观特色 在恰当时机点去做调度安排 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说 在Data进来之后 球赛也变得更迷人 变得更好看 其实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 你可以说是数据 可以是一个比较冰冷的 不带感情的 对 对不对 这样子的一个棒球文化里面的 一个要素 可是棒球文化之所以 我认为在美国之所以 重要是 这是一个全方位的东西 当然 对不对 当然 我今天举个例子 我在美国居住的时候 有一天我突然 就说我发现 纽约克杂志的封面是这个 你看他多聪明的 他就把一个坝里面的 里面几个客人跟酒保 跟电视上面的 那个正在播放的这个球赛 很巧妙的 就构成了一个棒球场上面的 一个真正的实况东西 像这样的东西 我后来发现说 纽约克杂志是 美国的这个杂志里面 文学杂志里面 其实我觉得是最厉害的一种 那它的封面 它的漫画 它里面的卡通都很厉害 所以后来就开始收集 纽约克杂志的这个封面 你看后面两个 你知道有关于这个 纽约克的这个 就是说我其实家里还有 当你开始对美国的棒球 文化里面的 例如说艺术的东西 有兴趣的 那我觉得 那你可以注意到 美国之所以就是说 看中棒球 还不只是看中 它球场上面的东西 那当然了 对不对 我们刚才其实讲到 职业运动它 它直接牵涉到日常生活 那他们也认为说 运动员的表现 是 不是球场上的灵光乍现 它其实是这个球员 日常生活里面的嫌疑 它只是在棒球场上的嫌疑 对 所以球员的日常生活里面 他喜欢读什么书 喜欢做哪些事 甚至他怎么样训练自己 他的座右铭是什么 都会构成评论员 在诠释这个球员表现的重要依据 比如说 我们提到杨基的终结者 马里奥诺·雷威拉 对 他的中期 中期他一生的职业球员 他其实最让人 他称颂的是他的稳定 也就是说 他几乎从他成为迫近 开始到退休那一刻 从来没有离谱的失误 当然杨基有两年的像 对 最后的那个 可是我觉得 那并不是雷威拉的失误 就是他也没有投 他其实也没有投报比赛 那就是那个 那个姻缘忌讳 那个运气在那里的天秤 就摆了一下 但雷威拉始终是很稳定的 那后来你在看纽约时报 或者是美国运动杂志 对雷威拉的报导里面 他其实不断地讲一件事 雷威拉每一天 他其实是一个 虔诚的读经者 那他在退休前几年 他还把他一年薪水很大一部分 拿回故乡巴拿马去盖教堂 也就是说雷威拉 他在美国大众媒体的 权势里面 他的稳定跟他的宗教信仰 是分不开的 那另外一个 在后来是在大都会队退休的 那我们红袜的墙头 Pedro Martini 那他在到齐出道 他还来台湾打过 跟中华职棒明星的对抗赛 那时候台湾职棒的头宠是黄平洋 黄平洋被麦皮亚打了一个拳 我还记得那个画面 但美国媒体在刻画Pedro Martini 这个多米尼加人的时候 就是另外一件事 他是一个从不读书的人 但是他每一天的生活 就是泡在他的各自 来投靠他的多米尼加的老乡的社群里面 他得到他故乡的温暖 得到故乡非常草莽的激励 所以他的头球就带有一种 偏方的霸气 尤其在1999年 全明星赛 他那个很出人意表的连续三振 那一年是Ted Williams 来加入明星赛的开球典礼 你在看美国媒体处理Pedro Martini 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但是他们不约而同都非常看重 他们在日常生活世界里面 这个球典是怎么养成 对 他有什么样的信念 他的生活应对跟作为球迷的我们 有哪一些意义上的连结 那相较而言 在我们的棒球故事里面 这方面就非常的稀薄了 对 我在纽约十几年 我其实一直都是看Mass的球赛 其实光是 那因为美国联盟跟国家联盟 对于这个投手要不要打击这件事情 对于指定打击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是哲学是完全不一样 没错 所以光是这个概念 我就一直在挺国家联盟的球队 所以基本上我是不看美国联盟的球队 所以我是不看Yankis的球队 我不但不看Yankis球队 因为Stabler那个时候当老板的那种霸道 那种砸钱 我看得很讨厌 所以基本上我是抵制这种Yankis这样子的 我就是不要给你赚钱 我就是不去看你的球赛 我不买你任何东西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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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民 对对对 对 Mats当他就说跟那个Royce 就是说打世界冠军的时候 我就是会有美国的朋友 帮我买一顶这东西带过来 因为他们知道说 我从1986年之后 Mats都是经常让我失望 可是那一年就说 很可能 他们又要得世界冠军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球迷 我们跟球员之间的关系 跟球员 跟你知道 就是说不管是球员或者是这个球迷 他每天的那个接触 他每天打球之前 心情的那种舒畅 让他知道 我今天打球 我的国家里面的这些同胞 以我为荣 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我觉得 我记得你写过一篇东西 讲到王建民的压力 对 对不对 反而那个是跟 像你刚刚讲 这个例子是完全相反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两个 两个对棒球不一样的态度 其实他是面对红袜 也就是 我支持的球队 我那时候想要教我是他的话 我其实 我光站上投手球 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因为我前后左右 其实都是名人堂的未来的准成员 红袜你看有Pedro Martínez 那有这个Ramirez 有David Ortiz 这都是我想未来准名人堂的球员 然后他在那一刻他又投出了一场 在我看觉起来是非常非常有自制力的一场球 也就是说他掌握了整个比赛的节奏 然后我在想说假如我是他的话 我在一堆我要膜拜的大人物前面 然后我仍然武装起我自己 然后丢出了一场未必是十拳十美 但是足以分庭抗礼的球 我在那一刻我觉得我是大联盟的一份子 是 所以我觉得那一场球 其实对王建民意义也非凡 这种下了 他在杨基队接下来两个球技里面 连续拿下十九胜的基础 在那场球里面 我看到了他的掌握到比赛的自信 他对他的升卡球 跟大联盟打者周旋的关系 他有了一定的把握 我在他那个表情里面看到了这件事 那一刻里面王建民那时候 已经成为一个大头手 那当然比较遗憾的是他在 对你们的新陈队的时候 那个跑蕾的受伤 让他的心智就再也回不来 这个是我们想说 搭联盟棒球里面 是另外一种悲喜曲 就是说非常多的人 他在某一个关键时刻之后 他就再也没办法回来 不像Roll Holiday也是一样 他得到了头球失忆症 最终就再也没办法回来 这是他跟王建民当年的 升卡队垒 多伦多蓝鸟跟纽约阳鸡 那是我们每一个球迷 都可以津津乐道的事情 其实你刚刚讲 就是对这个新陈队 新陈队那个时候还是属于国联 对不对 所以其实王建民最后 竟然还是摘在我比较喜欢的 这种国联的哲学上面 对 又回到头手又打击了 对对对 当头手要打击 可是其实在台湾 这种东西其实应该很普遍 对不对 王建民其实应该 某种程度上面 他从小在台湾打球 他对于打击应该没有那么陌生吧 对不对 他对打击可能不是陌生 他对跑累很陌生 那其实回到刚刚这个 头不头球这两种哲学 是 国联的投手要进去打击 他们会认为说 一个棒球员 其实基本上每个位置都要会守 然后每一个守备的球员 也应该要会打击 全能的概念 对 可是每年的哲学 他是认为说 比赛的强度要尽量提高 所以投手专业分工 因为投手既然 主宰比赛的重要性那么的强 他那么的耗费体力 你就让投手专注去投球 然后有一个指定打击 会让比赛的针对性更强 他们考虑的是 让整个比赛的强度更增加 更专业 对 但是国联的考量是 我有一个古典的 我们讲说草跟精神要被highlight 两个都有道理 是 所以他们两个开始 我们讲跨联盟对战的时候 彼此跟彼此带的麻烦 对 就出现了嘛 对 OK 像 当你讲到棒球文化 例如说 像我就买到一本 像这样子的一个笔记本 你知道这什么东西 这就是 这个人工草皮 人工草皮 对 对 这是人工草皮 就是说 那个在那个球场附近这边买了 说你看这就是人工草皮 做的这个笔记本 所以你看我买了多久 而且它是草皮维修之后 割下来的时候 做的 对啊 对我来讲说 这就是棒球文化 棒球文化就是 就是说所有的围绕着棒球 有关的这种生活面的东西 对 你看它每一年四月一号 开打 大约是四月一号 左右开打 然后到十月底季后赛 十一月初季后赛结束 你有将近六个月的时间 你每一天几乎都跟它为伍 对不对 所以 其实在美国看棒球 有一种享受 就是说你不但看到球赛 你其实享受到文化的 各种的创作 然后让你从球赛开始 开始扩张扩张 也许到电影 Fear of Dream这种电影 对不对 也许到音乐 也许到绘画 你看像美国有多少的展览 出了多少的 有关于这个棒球的 这个艺术品的这个书 甚至到一些比较硬一点的 像刚刚讲的数据的研究 所以我觉得台湾 如果我们看棒球 纯粹只是看球赛的输赢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 对不对 当然了 我的感想 我的感觉是 日本的职棒 其实失落感比我们更严重 因为台湾的职棒本来就是非常local的 就是本土价格 有点跟古巴的国内的棒球联盟一样 也就是说内地的价值源大于 其他语言地区对你市场对你的支持 可是日本不一样 日本本来 日本也把棒球看成是国球 可是当野貌英雄敲响了 大联盟的大门之后 非常多的日本球星到了 大联盟去打 然后大联盟职棒的转播 就取代了原本 日本加强生活里面的日本职棒转播 然后这个强度放在一起 一看马上就高下立盘 所以你去 像我们 我后来好几次去日本旅行 晚上你把电视扭开来 他的运动节目 他会先播 林沐伊朗 在纽约洋鸡队的表现 他会先播 其他日本球星在 美国 在美国的表现 然后播完了之后 再开始播日本职棒 OK 所以这无可厚非 无论如何 我们看棒球 原本就是本着不同的心情 不同的目的 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背景 去看棒球 看到最后 如果我们从里面可以学到什么 我觉得那是每个人自己的造化 那当然 对不对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尾熊 来跟我们聊棒球 谢谢官员 谢谢大家 就到了深夜看天下这个单元 我们今天请何承辉 来跟我们聊美国 朝鲜跟中国的一些事情 承辉 欢迎 同学好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朝鲜的金三胖 突然之间就跑到中国跟习近平见面 是 那这个时机真的是很巧合 因为刚刚这个川普才准备要跟这个金三胖 是什么时候 五月是不是 对 预计是五月左右 五月对 要有一个会面 是 然后就好像小朋友在玩伴大家酒 不行啊 你不能跟他好啊 那赶快跟我好啊 是 中国赶快就这样杀出来了 是 那为什么中国这么紧张 这一个川普跟金正恩的会面 主要是过去他们朝鲜问题的解决 是在一个所谓的六方会谈的架构 那六方会谈的架构也就是说 这个朝鲜问题的六方的当事人 总共有六个国家 也就是包括朝鲜 韩国 日本 中国 美国 俄罗斯 俄罗斯 总共是六个国家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对于朝鲜问题 相较来讲失利点较少 因为过去在苏联时代的时候 它对于朝鲜有很强的影响力 因为这个六方会谈的架构其实是延续了过去的韩战未解决的模式 OK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那个38度线的那个非战区的那个委员会的组成 其实其中就有除了日本以外 就有这些国家 是 那在六方会谈的架构底下 以往就必须在这个六个国家有共识的状况下 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那过去因为六方会谈的过程中 常常为了其中一方不满意 会谈就停止 以至于这个会谈 一事无成 对一事无成已经谈了非常非常久 而中国由于地利以及长期跟朝鲜的关系密切 特别是在朝鲜的经济崩溃之后 其实它主要的经济要靠中国 是 那所以中国过去在这个有关于朝鲜问题上面 它具有优势地位 那六方会谈的各个国家都希望 中国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让朝鲜能把朝鲜问题 特别是有关于核子武器的问题 能予以解决 那这个问题过去 过去 我们可以看到成效不章 那中国又等于是把持了整个谈判的大权 在这个无解的状态下 今天出现了一个新的契机 也就是说像金三胖他自己打算 金正恩他自己打算跟美国直接会谈 那这个部分就会使中国在这边的影响力降低 一旦这样的会谈成功 他跟美国之间就有了平起平坐广道 可以对国内宣称说 我跟美国已经达到平起平坐 那不再依赖中国的状况底下 那中国对于朝鲜问题的影响力降低之后 他在国际间拿朝鲜问题以致重 来要挟其他国家的筹码会降低 这个是中国对于朝鲜问题 一直会有相对的焦虑的部分 当然金三胖现在跑去北京 跟他会面之后 我想中国某种方面来讲 算是争回了面子 OK 可是川普跟金正恩 还没有说真正决定 五月那个时候要谈 现在只是说放出空气 双方大家都是放出空气而已 因为这个会谈还是有一些条件存在 美国希望是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所以美国在这里面就设定了三个条件 一个是非核化 第二个是说停止核试验 第三个就是对于美韩的历年来 他们年度的联合演习这件事情 要有所理解 非核化跟停止核试验 难道不是一件事情吗 我想这里面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 非核化这里面它的具体目标 是指的整个朝鲜半岛的非核 非核化的部分就是说 这两个关系国 包括韩国以及朝鲜 都不可以拥有核子武器 OK 那核子试验的部分是在它转身 它研究生产 这个部分它不可以拥有 美国之所以点名这两点 就是不希望它有漏洞可专 美国即将新上任的国家安全顾问 John Bolton提过一个模式 就是说其实他认为最妥当的模式 应该非核化或者停止核试验的 最妥当的模式是一个叫做利比亚模式 利比亚当年在研究核子武器 遭到了北约及美国的经济制裁 为了解决这个经济制裁的时候 美国提出的条件要 就是利比亚非核化 而非核化的标准它非常严格 当时利比亚是必须要把 所有生产的武器 半成品还有研究的设备等等 全部打包 送到美国的橡树林 国家核子实验室 它收到了 然后你确定你没有了 才确定你已经非核了 美国和北约的相关的国家 才解除所谓的经济制裁 这个模式 这一种的彻底的解除的模式 叫做利比亚模式 所以就是说 美国在提出这三个条件 都被朝鲜接受了 对 那川普跟金正恩 川金会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 对不对 那你刚刚讲的第三个是 朝鲜不能够对 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演 对 就是说有任何啰哩啰嗦的这种机会 是 因为韩战结束之后 美国跟韩国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南韩 基于共同防御的要求 他们每年都会例行性的 会举办所谓的 美韩联合军事演习 对 可是每次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 朝鲜的政权就会开始大声指责 然后同时马上会进行 比如说火炮试射 甚至飞弹试射 丢飞弹 射飞弹等等 那常常因此造成 整个东北亚局势的非常非常紧张 OK 那这个部分他希望他要能理解 这个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用意 就在于说 希望他不要再挑起事端 不要再为了这种例行性的防御作为 进行的 进行这个有关于东北亚局势稳定 不确定因素的引爆 就是说美国其实要跟朝鲜讲说 我们两个是在做防御性的演习 不是攻击性的演习 所以你也不要给我这边啰嗦 你们在那边 我们演习 你们也在那边试射飞弹 有了没的 这样整个区域反而更不安定 是的 对不对 所以好 这三个条件 如果金正恩都答应了 那两国可以回谈 对 那日本呢 日本在这个整个事情里面 好像完全没有角色了 是 这其实当川经会传出来之后 其实日本方面 其实也是相当错愕 那不过日本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们是利害关系人的原因 其实两件事情 一个是 朝鲜常常发展的飞弹 飞弹 或者说试射的飞弹 都朝着日本海方向发射 是 甚至直接飞越日本的上空 造成日本的国内的国家安全 这是他们非常在意的另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就是有关于 朝鲜绑架日本人 日本人质的问题 那日本的国民被 被朝鲜在 世界各地 包括日本本土 被掳走 然后被带往朝鲜这件事情 一直造成 造成 日本很 这个社会中非常大的伤痛 甚至有人形容说 这是日本版的911事件 那所以 其实在这一波 这一波谈 那个川经会的时候 日本就试图要去影响美国 甚至跟美国表达说 是否在这个三条线外 另外加两个条件 一个就是说 朝鲜必须停止发展 可以射程达到日本的 中层 中层飞弹 对 这是第一个条件 另外一个就是 要解决有关于朝鲜 绑架日人人质事件的 相关问题 OK 但是美国的国务院说 表示理解 但是因为不希望 恒生之节 只要达成前面三个条件 就会有 这会有传经会 日本这两个条件 他就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是目前的进展 反而中国见缝插针 反而他们得到了一个 跟金正恩见面的机会 修补关系的机会 因为 因为关于你也知道之前 据说中国有意要扶持金正恩的哥哥 回来政变 而且因为在于朝鲜问题上面的冲突上面 双方其实冷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关系一度非常非常紧张 他借这个机会 其实某种程度重新修补 中、朝之间的关系 恢复他们过去所谓的传统友谊 其实这个过程 我想某种程度来讲 这也是一个国际政治中、国义中 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其实朝鲜一直在外人眼中 一直是中国的等于是 像是一个附庸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因为 你这个附庸不听话了 你反而跟另外一个强权 面对面的直接谈判 那这不赐给中国一个耳光 尤其习近平你要称皇帝 然后你的这一个 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反俗 他竟然要叛变了 对我想这个部分是中国 过去这一段时间 一直非常非常在意的 那当然这个会修补关系的过程中 朝鲜是不是又得到了 更多的超额利益 我想这个几乎是肯定的答案 那所谓的超额利益 可能包括哪些东西 包括经济上的 因为朝鲜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经济问题 它的原物料 它的燃料等等 其实都需要靠中国那边进口 然后而且 或者是它要出口给中国 来赚取外汇 它有这样的需求在 那他们一直在 就是他们一直处于一个 饥荒的状态 长期性饥荒的状态 它需要创造财富和外汇 来购买国外的东西 可是在过去的制裁 经济制裁底下 它完全处于一个停摆的状态 那过去这个主要的 最大的 它的最大贸易伙伴 其实就是中国 而且中国所占的份额比例 超过 超过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这样的比例 所以它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修复 某种程度来讲 也可以舒缓它经济上的问题 那南韩呢 过去南韩与朝鲜之间的关系 其实就看南韩执政当局的立场 像比如说在之前的总统 普景会对朝鲜是采取一种 比较强硬的立场 OK 但是新上任的总统 文在寅 他是比较属于跟朝鲜亲善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川经会 其实传话人就是南韩 OK 南韩的这个部分 当然他得到的最大的利益 当然就是在政治上的利益 他所推动的这个 跟友善朝鲜的政策 可能在某种程度来讲 在国内会得到更多的支持 对于有助于文在寅政权 在南韩的声望和民调上的支持 甚至南韩甚至已经开始在炒作说 要推荐文在寅去建筑下一年度 这一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南北韩的统一的问题 已经出过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 这个问题可能要莫名其妙的 一直是诺贝尔奖的这样子的一个跳板 这个是一个讽刺 我觉得这件事情到最后 当然我们这样看来看去 俄罗斯是真的是 从头到尾是完全没有角色 是 在目前这个部分里面 六方会谈架构里面 可能俄罗斯是目前 比较没有声音的一个角色 所以你看川金会可能性高吗 目前来看 我想会面的程度还是有机会的 只是说会面之后 能达到什么样实质的效果 就还要看后续的博弈了 好 我们今天看天下 我们就看这些比较属于东北亚的这些问题 美国的问题 我们下次 陈慧 我们下次再来聊一些其他问题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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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